这些人都是王死城的居民 有些人为了对正因果 会在王死城里住上几十年之久 跟人间一生也差不多长了 平时也要居家过日子 可人间差不多 萧义云在城子身边解释着 城子像进了大官员的刘姥姥 睁大了眼睛朝着四周望去 一个穿鹿旗装的美女 从萧义云的身边走过 冲她抛了个媚眼 萧义云目不斜视 城子吃惊地望着那个美女的背景 说道 怎么还有这么时髦打扮 这都是近几年死的 穿着当然是按照生前的习惯 说完 指着一个梳着大背头 戴着蛤蟆镜 穿白衬衫和牛仔裤的小伙子说道 这人是八十年代死的 城子看得十分新奇 指着一些身穿古装的鬼魂说道 这些都是古时候死的了 不一定 也可能是一些现代鬼魂 喜欢穿古装的 萧义云解释道 古代的王魂大部分都投胎转世 留下来的很少 只有一些被争作诡异的 或者阴兵的 常年生活在王寺城 沿着街道走过 城子发现两边商铺 多是卖酒的 卖衣服的 还有一些铺子门口 摆着很多类似药材的盆盆罐罐 一些鬼魂在铺子前停留 讨价还价 然后用明币支付 看上去跟古装戏里的 集市差不多 城子饶有兴致地看着 萧义云丝毫不着急 跟在他身边充当解说 不时还会买一些东西给他 逗得城子是满心的欢喜 叶少阳看着这二人 叶是无语 在一个药材铺前 叶少阳找到了 正在跟店主讨价还价的老郭 叶少阳叫了他一声 老郭急忙付了钱 拎着一个纸袋过来 哎 怎么样了 老郭一见面就问 叶少阳摇了摇头 没有看到生死不好 老郭一冷 刚要说什么 看到叶少阳的眼神有点不对 他是何等的人精啊 一听就明白了 瞟了一眼周围 人来人往 说话确实不方便 那现在怎么办呢 叶少阳走到一个相对偏近的角落 说道 既然没看到生死不好 我也不确定王平在不在归宇 既然答应了小马 走上去寻找一下 老郭说道 那怎么找啊 找我儿子呗 叶少阳笑了笑 七宝 还有那一杆瓜瓜手下的小鬼 在丰都城一带游荡 相当于人间的丐帮 找他们打探消息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只是自己也不知道 这帮鬼崽子现在何处 只好求问萧一云 这些小鬼现在被阴司收编了 帮忙探刺军情 平时就在城外 走 我带你们去找 萧一云在前面带路 一行人朝对面的城门走去 城门下站着两排鬼差 见到萧一云立刻攻身行礼 见过萧牙斯 萧一云目不挟视 从中间走过 突然想起什么 找了一个鬼差 让他去找七宝 那鬼差快速飘远 萧哥哥 你的权力好大呀 城子一脸仰慕地看着萧一云 萧一云甩了一下头发 微微一想 哦 都是浮云 叶少阳实在忍受不了他装逼 哼了一声说道 哼 亚斯二爷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你也就是皇上身边的太监 胡家虎卫罢了 萧一云回过头 红着脸骂道 滚你大爷的 在城外一个小树林边上等了一会儿 一个鬼差带着一个几岁的小孩过来 身穿一套美国队长的童装 留着小瓶头 叶少阳辨认一下 才认出是七宝 七宝起初没见到叶少阳 有些局促胆怯地看着萧一云 直到叶少阳叫了他一声 七宝 七宝一睁 朝着叶少阳看过来 几秒钟之后 小荣在脸上站开 飞扑上来 老爸 叶少阳那个无语 也只好任凭他爬到自己身上 亲热了好一会儿 他毕竟是小鬼 也跟小孩子一样 比较认死理 既然认准了叶少阳是他老爸 这种感情就一直不会变 见到叶少阳自然激动 叶少阳把他放下来 看着他一身扬起的铜装问道 你这衣服哪来的 银丝虽然有铜装店 但不应该有这么先进 连美国队长都有 这个 这是我妈烧给我的 七宝得意的笑了笑 突然嘟起了嘴 老爸 你最近为什么不来见我妈呀 叶少阳愣了一下 说道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托梦给我妈 见面聊天的时候 我妈说 她就要去国外发展了 你有时间去看看她吧 她很想你呢 叶少阳的心中一阵的安然 养小鬼的事情结束了 自己的确没再去找过庄于宁 不是不想见她 而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哦 我知道了 有空我就去找她 大人的事啊 你就别管了 我来找你啊 是有事情的 说吧 告诉她王平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鬼毕竟跟人不一样 个个都善变 相貌特征几乎没什么用 想找一个鬼 姓名和生辰八字更加有用 七宝得令之后 又跟叶少阳腻歪了一会儿 橙子也在一旁逗她 让她叫她姐姐 萧毅云也在逗她 哎 那你该叫我什么呀 说完 眼珠子偷偷地往橙子身上飘 七宝很聪明 立刻高叫了一声 姐夫 不要乱叫 萧毅云嘴上呵斥 心里是乐开了花了 猛然抬头 见到叶少阳干笑 猛然明白过来 自己无意中 比叶少阳小了一辈 顿时又恼怒不已 叶少阳把七宝打发走 沉吟片刻 对萧毅云说道 还应该去下婚姻寺 王平在人间结了明婚 在阴间名义上有了丈夫 去姻缘问问 说不定会有线索的 这个就靠你帮忙了 萧毅云点了点头 橙子问道 婚姻寺是什么 管姻缘的不是月老吗 叶少阳笑了笑 哼 哪有什么月老 正说话间 树林外一阵响动 众人转头看去 见一黑一白 两道鬼影飘了过来 停在不远的地方 正是黑白无常 两人冲萧毅云点了点头 转头看着叶少阳 白无常说道 听说叶天是来阴私了 正好也省得 我们去阳间找你了 阎王有请 随我们走一趟吧 阎王有请 叶少阳愣了一下 瞬间就明白了什么事 说道 是不是有人要跟我对证 白无常说道 正是 去阎王殿与人对证 事情是非同小可 连橙子也感觉到了 有些不安 拽了拽萧毅云的袖子 好 你怎么会对证明了 你怎么会对证明了 证明了